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政治人物每天在外面跑行程 受到的誘惑自然就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這個學生發生失聲戀之外 政治人物會面臨哪些人的誘惑呢 第一個就是貼身助理 第二個就是媒體記者 因為我們都會去訪問這些政治人物嘛 第三個就是選民服務 不過時期來看一下 第一個貼身助理 哇 這個是不是就是 這些政治人物大老婆 最應該要提防的對象呢 這24小時幾乎感覺朝夕相處 沒錯 就是說政治人物 因為他行程一方面多 那所以他的貼身助理 可能就會幫他 就是完全掌握他 從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就寢 比老婆更了解他的行程 更了解他的行程 然後甚至還要陪著他一起去 所以那個相處的時間 還有了解的程度 都是非常的深的 所以也聽過蠻多 就是政治人物跟助理 或者是跟他的選民之間 有一些情愫產生的 那譬如說比較有名的例子就是 民進黨以前的立委叫洪其昌的 他現在應該是五六十歲了吧 他的太太滿年輕的 現在大概四十出頭 然後也是他的助理 這是他的第二任太太 那是因為他的助理 擔任他的助理 然後後來兩個人談了戀愛之後 然後就在一塊 還有一個是現在在民進黨中央 擔任黨職的李文中 他的太太則是媒體記者 也是他的第二任太太 然後也是因為採訪的機會 認識了之後 然後慢慢慢慢發展成 然後到最後就結婚了 那其實當中過去這段期間 這些年來 我們也聽過太多 這個政治人物跟選民 或者是跟這個採訪的記者 或者是跟助理之間 發生感情的例子 我印象很深刻 王世堅曾經跟他的女選民 到了汽車旅館 然後他一直堅稱說沒有堅情 因為選民要跟他報一個料 所以他純粹到了汽車旅館 去做選民服務 還有前幾個月在南投 有一個女的議員 各位不要以為說 只有男性的名義代表 才會有非文 女性的可能也會有 前幾個月的南投的 一個女的議員 然後他也是跟他的助理 他的服選的主任 一起到了Motel 然後被他老公的 請的甄信社抓到了 然後他老公還找了警察來 一起到Motel的樓下 就是停車的那個地方 然後一直敲門一直敲門 叫他們出來 後來這個女議員也是堅稱說 沒有就是跟主任 在討論他們選舉的事情 所以很多都是因為 長時間的相處 所以到最後就會產生了感情 所以政政物 很多的確都是跟貼身的助理 會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所以很多男性的名義代表 他們的太太就會特別的提防 貼身助理 就會要求說 你貼身助理最好找一個男的 然後理由當然就是 跑來跑去行程那麼多 需要一個體力好的 男的還可以幫你保護你 幫你擋久 幫你開車 所以要請男的貼身助理比較好 或者大老婆就自己 跳出來當辦公室主任 對 就是你的精神我來安排 不用貼身助理來幫你處理就對了 那當然除了這個貼身助理 這大老婆要特別提防之外 其實媒體記者 可能大家也看過之前的新聞 也常常有政治人物跟媒體記者 產生了這個戀情 而且甚至可能有一些是不倫臉 那個金蘭是不是就有一些 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這個媒體記者跟政治人物 這個互動也是滿頻繁的 其實我補充一下 剛剛實際在講 其實李慶華也是 他也是招康之氣李調 也是跟他助理 你都去注意看這些立法委員 他都會變回村 他的裝扮 他的整個人都會呈現 不願意呈現他六十幾歲的那個老太 因為他的太太是年輕的 那過程當中是有化學變化的 我這樣講的是 其實本來我們跑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那時候蠻久在當市長 他其實有一個 本來有一個很大的禁忌 他本來不要用離婚的 也就1998年那時候 對於離婚這件事情 還是認為它是一個負面印象 當然現在你大概覺得不會 已經離婚 然後有新的 大概都不太會 那時候其實他的內閣很怕人家講 因為一攤開來 裡面到外面 很多都是這種離婚的 那時候裡面有一個 後來來的一個新聞處長是 尤子祥 尤子祥那時候跑新聞的時候 他其實有傳出來跟電台女記者 那個女記者也很年輕 應該也是上過他的課 因為也是實心的 後來也做了他辦公室的祕書 那個私底下的傳言 是非常非常多的 後來在離開的這個過程當中 據說高層是也因為 被這樣的一個因素做處理 因為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 有一個前名政局長叫何鴻榮 跟他的祕書張宜君 那時候有去巴厘島 Villa 然後被 他也說他沒幹什麼了 就去了五天四夜 那回來也是他太的力挺 但後來是離職了 那本來要讓他選 嘉義縣長是沒選的 但是他也給他了一個不錯的位置 像2008年以後給他了一個 官貿網路公司的一個動作 也給他了一個不錯的 一個這樣的一個位置 所以本來他會是一個 你是不是繼續擔任 這個官場裡面 他會是老闆考量的一個因素 但我也要講 就隨著社會在變遷當中 包括我剛剛講離婚這件事情 然後是不是有發生 個人私德上面 比如說有小三這件事 像吳醫生後來也被原諒 所以他都會有一些 因地質疑或是與時俱進的改變 那個標準其實是放寬的 那就看你後來的處理 是不是夠誠實 恐怕這個標準會比較清楚 是 除了這個貼身助理 還有這媒體記者之外 教授這選民服務 怎麼會服務到 這個汽車旅館裡面去 其實也有這些相關的一些case 因為就邏輯上來講的話 你如果跟莊角互動頻繁 跟選民互動頻繁的話 那如果發生關係的一種可能機率 其實他是不低的 其實也有這樣的一個case 就是說一個落選的一個立委 落選的一個理性立委 他現在也不在政壇了嘛 那我們也就不用把他名字全部講出來 他其實他被報的一個事情 就是10年的一個事情 就是他跟莊角的太太 似乎有去旅館 然後莊角 莊角就很生氣的 帶著曾行辰跟警察去那邊踹訪 結果就抓到 但就是說 李姓立委跟莊角的太太 都是極力否認的 有這一段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情況來講的話 到去年有被起訴 因為李姓立委的太太 也就去告發這樣的一個case 後來有發現一些證據 所以呢 檢方就把莊角的太太 給把他起訴了 那你會發現就是說 因為政治人物在外面從事 整個選民服務的一些工作 在這個綿密交往的一個過程中間 他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人際脈絡 他希望能夠去建立一定程度的 一種關係 去進行他的一個選舉的布局 或是經營 所以跟選民有一定程度的 比較緊密的一種關係 也是可以理解的 是 其實我們節目討論到現在 大家聽到 多半都是這個男性政治人物 鬧出的飛聞 但是不要忘記有一些 女性政治人物也是飛聞的常客 而且鬧起飛聞 這震撼程度是完全不輸男性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